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都在五六十米 最高的能够达到一百米 而且要长到这个高度 树林一般都有千年 看看这个图 这棵树死了以后 人们在它下面开个洞 可以直接把汽车开过去 神奇吧 那说到事您应该问了 咱中国有没有如此高大的树呢 它们又生长在什么地方呢 别着急 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最高的树种 多分布在西南边陲的原始森林中 其中有一种叫望天树的巨大桥木 普遍树高四十米以上 有的能够达到六十米 不过据说还有一种巨树 有望能刷新这个记录 这种巨树生长的地方远离热带丛林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天山山脉雪峰深处 星球时节 地理中国栏目记者为寻访巨树的踪迹 来到了新疆伊犁 当地老百姓说 这里有一道山谷 叫做库尔德宁山谷 这条山谷中覆盖着大片原始森林 其中生长的树木 树体异常高大 遮天蔽日 世间少有 不仅如此 这种巨树还被视为神树 在当地百姓看来 它们可以护佑一方水土的安宁 那么天山深处之中 果真生长着难得一见的巨树吗 它们究竟有多高 为什么生长在如此高海拔高寒地带 它们又是如何给那一方水土 带来安宁和祥和的呢 共流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中部 距离首辅乌鲁木齐八百千米 驱车从县城向东南方向行驶数小时 设置组便进入天山的群山环抱中 为一堵巨树的真容 栏目组专门请来植物专家同行 李新华 天山西部国有林管理总局高级工程师 新疆资深植物专家 沿途周边的景致不断发生变化 刚刚还是瓜果飘香的绿洲 转眼便是一望无际的割地 正当记者陶醉于美景时 雄伟高大的风鸾赫然屹立于眼前 连绵不绝的山体 仿佛沧桑的巨人 为天地书写着雄浑的篇章 这时一幅奇异的景象 突然出现在记者眼前 原来眼下正值十月 山上的牧民开始了一年一字的冬季传场 他们要赶着羊群举家前往山下 度过漫长的冬季 向导说 这些牧民来自海拔两千米左右的高山草场 那里有大片肥美的森林草原 牛羊吃了那里的仙草 体格格外健壮 在和向导的交谈中 记者得知这样一件事 近年来 为了改善牧民生活 当地政府在山下盖起了漂亮的房子 鼓励牧民过定居生活 不过这些房子似乎显得有些寂寞 更多的牧民 还是更愿意沿袭一贯的传统 在高山放牧 向导告诉记者 牧民留恋的牧场所在地 是巨树生长的地方 在牧民们看来 那里有巨树森林的护佑 是足足备备 无法割舍的地方 就在记者想象着神奇的巨树 到底是怎样一番滋容时 车辆已不知不觉 深入库尔德宁山谷 一眼望不到边的云山林 豁然出现在眼前 走进这片森林 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它的绿 现在已经进入十月份了 一路上我们看到这些树叶 都已经枯黄掉落 但是这里的云山林 依旧是一片油油的翠色 让人感觉不到季节的更替 当地团家李老师 告诉记者 这种云山叫雪岭云山 属于松科植物 是新疆天山地区 一种特有的物种 越往里走 树木越高大 记者抬眼 根本望不到树顶 如此高大的树木 的确十分罕见 那么它们到底有多高呢 三米四十二 我先拉出去 李老师测量树高时 并不用爬上树顶 首先它量出巨树树影的长度 然后用仪器测出地面的坡度 再结合其他简单的数据 一番计算 便能得出巨树的高度 这个树呢 树高呢 现在咱们测出来的是52米 它的胸径就是108公分 眼前的这棵树 高达52米 相当于城市中20层楼的高度 已然可以和我国西南最高的树种 望天树比肩 不过 这巨树成林的景象 在我国西南热带地区 却是无法见到的 接下来 李老师说 这片林地 位于原始森林边缘 树木的高度 并不足为奇 在密林深处 它还见到过高得多的云山 最高的能达到70米 如此说来 天山腹地的雪岭云山 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巨人 穿行在林间 记者一心想见到最为高大的雪岭云山 可就在这时 一片浓云滚滚而来 原本葱坠的森林 很快变得阴暗异常 为什么刚刚还是艳阳高照 请客前就暴雨来袭呢 难道这里的巨树 真的像当地人传说的那样 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一场大雨突如其来 摄氏组只得撤离到了县城 不过记者和专家一起 初见到异常高大的雪岭云山 据说最高的能够达到70米 这个高度足可以和美国的巨山 有一拼了 不过这些神秘的巨树 却是藏在人际罕至的天山腹地 显为人知 它们为什么会集中生长在这片区域呢 当地人敬畏了神树 对这一地区百姓的生活 到底有哪些影响呢 记者在拱流县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番调查 设置组刚驶出库尔德宁山谷 乌云压顶的景象不见了 回到拱流县城 记者眼前重又是一片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 众所周知 新疆腹地是全世界距离海洋最远的地区之一 广布沙漠割壁 然而西天山脚下的这片土地 竟然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江南景致 更让记者意外的是 竟然在此邂逅了大片的莲藕糖 莲藕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地区 此刻却出现在了新疆内陆 眼下是已进入深秋的十月 南方的采藕季早已结束 这里的莲藕却正值收获 摸到了摸到了 慢慢往上捋 好几节三节 就是慢慢的往上捋 往上捋 还挺得用劲的 我采的第一只藕 能在最遥远的内陆吃到鲜藕 让南方长大的记者十分惊喜 品尝着鲜藕 记者听到一个关于那片原始森林 美丽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 牧民的仙人为寻找丰美的牧场 走遍了天山南北 然而所经之处 天灾总会时时相伴 后来经仙人指点 一位勇敢的少女站了出来 自愿献祭山神 最终 在他献祭的地方 出现了大片参天树木 他们护佑的这片广大区域 再没有灾害发生 当地专家告诉记者 虽然是传说 但确实有一定依据 拱流县所在区域 一年四季水量均衡 温湿度适中 既无旱灾 也没有水灾 这种情况在天山广大地区 并不多见 究其原因 专家说 这与高山上那片神奇的云山林 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置身在如诗如画的戈壁江南 记者更加向往 再次前往造福于 这片水土的高山树林 破解开绿色巨人 与戈壁江南之间的自然密码 第二天 摄制组再次来到山林 民间鸟叫虫鸣 脚下落叶松软 宜人的景致 使人脚步轻快 脚下的土地十分干爽 丝毫看不出 头天暴雨来袭的痕迹 记者不禁疑惑 刚刚降下这么多的雨水 都到哪里去了呢 秘密就隐藏在脚下的土层中 为了解答我们的困惑 李老师决定做一个实验 李老师先隔离出一个 面积大约0.2平方米的区域 接着往上方的塑料桶里 注入了90公升水 我们现在把它倒进去 然后你开始计时 倒进去以后呢 看看它我们多少水 能够使这个地方呢 形成地表浸流 那块儿计时啊 好吧 他说这实际上是模拟了一次 一小时二十毫米以上的 强降雨过程 你看这是一个积水口 它这里面如果是蓄水 它饱和了以后呢 这里面就可以形成地表浸流 就可以从这里流出来 流到我们这个积水瓶里面 应该在一百毫米以上 记者注意到 北圈级的土层已经非常潮湿 可是下方预留在出口处的塑料瓶里 却没有渗出一滴水 可见注入的90公升水 竟然完全被土层吸收了 整个新疆来说 这库尔德宁这个林区呢 是降水量最大的一个林区 但是在降水期间呢 就林内呢 不会形成地表水 林内全部水呢 都会这个爱 浸入到地下了 形成地下水 原来 所有的水都被云山的根系 和腐植层所吸收 根据测算 每一株成年雪岭云山 所占据的地下空间 年处水量能达到2.5吨 库尔德林林场的总面积 达到约1.2万平方千米 粗略计算一下 它能容纳的水 足足可以灌满7个杭州西湖 这大量水分 并不是安然待在地下 阳光照耀时 它们会不断蒸腾 在空中凝结成云 形成局部降雨 如此循环往复 是库尔德宁山谷 时而清空万里 时而暴雨骤降 不过 这样说变就变的气候环境 恰恰营造出植物生长的天堂 正在此时 摄制组邂逅了一位植物爱好者 他刚刚找到一小片极其珍贵的兰草 就这个小斑叶兰 因为它夜行 它上面都很多小斑点 你看褐色的斑点 深绿色的斑点 就因为这个叫斑叶兰 是吧 斑叶兰 兰草一般生长在山间溪流旁 属于喜狮植物 在内陆深处的高山中 居然生长兰草 这足以说明 库尔德宁山谷的气候环境 和土脑环境极佳 其物种的多样性 超出了一般的高海拔森林地区 记者连续奔赴天山深处的库尔德宁山谷 有两个考察目的 一是要解开这片高山原始森林 是如何孕育出大片风调雨顺 水草丰美的自然环境 二是要破解罕见的树中巨人 雪岭云山的生长 之前我们已经见到了高达52米的云山 那接下来更高大的雪岭云山 会呈现怎样的自容呢 当地专家告诉记者 平均树高60米以上的雪岭云山 分布在库尔德宁山谷海拔较高的位置 要找到它们需要翻两座山梁 在李老师的带领下 设置组一路跋涉几个小时 在海拔2600米的山梁 见到了一片参天的巨树 李老师说 前几年他专门对这些树木测量过树高 最高的云山能够达到70米的高度 而这些树的平均树林 至少要超过300年 为什么在天山山路 能够生长出如此高大的桥木呢 李老师告诉记者 高大树木的形成 还和一些特殊的环境因素有关 在李老师的带领下 设置组来到了原始密林中 一个十分普通的山坡前 眼前的景象令记者十分震撼 只见这些暴露在外的山树根系 一条条相互纠葛缠绕 好似相互厮杀争夺 绝不相障 如此奇特的现象 着实令人费计 第一个就是它可以扩大它的吸水面 整个根系形成一个吸水的网络 第二个就是增加整个这片森林的 抗风能力 李老师告诉记者 眼前的景象正是云山生长中残酷的生存竞争的显现 原来云山属于罗子体物 它不开花不结果 它的种子成熟后 只能在风和雨水搬运下 在亩树周边近距离生长 由此便会出现附带于紫带间 在狭角范围奋力争夺生存空间的景象 而能够成活的植株 必然要全力争夺土壤中的水和养料 疯狂扩展领地的同时 尽全力快速长高长大 一番考察让记者十分感慨 这静静安详的原始森林 竟还藏有这么激烈而严酷的生存博弈 这参天的巨树似乎昭示着 大自然中只有顽强的生命 才能在获得生存的机会后 进而繁育和壮大自己的种群 不过在激烈的竞争背后 巨型云山的繁衍 还藏有令人感动的温馨一幕 这天跟随李老师 记者在林间又见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 看这就是一棵三年生的云山苗 在一棵浮朽倒地的云山树干上 几棵不起眼的小苗 悄然地舒展开枝芽 要不是李老师提醒 记者想必会与它们擦肩而过了 这还一棵 李老师说 这嫩芽竟然是巨型云山的幼苗 这是多大年龄 这三年了 三年了 这长了三节 一节两节三节 已经生长三年的树苗 高度还不到五厘米 记者不禁疑惑 至嫩的它又如何迎接生存挑战呢 李老师告诉记者 其实这几株幼苗 恰恰是最幸运的 如果当初 种子没有掉落在枯树干 而是落到地上 生长的几率会低得多 咱们这块德金这个云山的 一个树体比较高大 所以地下这枯枝落叶层 都比较厚 云山种子就落到 这个枯枝落叶层上面以后 接触不到土壤 而在这个岛墓腐朽了以后 存了大量的水分 满足这个种子的发芽需要 所以在这上面 它就开始发芽生长 而即使在这样的朽木之上 我们依然能看见 生命之间残酷的竞争 这根树干上聚集了 十几棵云山幼苗 看上去是那样的拥挤 李老师说 它们绝大多数 注定存活不下来 一般说来 只会有一株幸存的植株 最终胜出 当它战胜了同类后 便开始显示出 势如破竹的生命力 看这个树根先往下扎 扎到下面 也进入土壤了 进入土壤以后呢 开始生长的越来越快 幼苗的根 一旦扎入土壤 便形成了自己的根系 此时 雪岭云山才算开始了 独立的生命立场 随着它的长大 孕育它的枯树干 逐渐腐烂消失 就如同一位 含辛茹苦的养育者 耗尽了自己的全部 为新生者营造出未来 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族百姓 得益于大森林的一草一木 临边的草场 成为放牧的最佳牧场 质地坚实的林木 用来构筑家园 材质优良的云山 还成为维吾尔琴师 制作东波拉琴的上号材料 他们用歌声和琴声 回报着大自然的馈赠 记者考察的库尔德宁山谷 巨树成林的景象 不仅在新疆天生南北地区并不多见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同凡响的 成千上万的树中巨人 雪岭云山 威然处理千万年 缔造出上千种各类植物 还保护着三百多种动物和昆虫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就有三十种 前来考察过的中外专家 给了这片绿色巨人聚集的大森林 这样一个描述 说它是欧亚大陆腹地难得的野生生物物种的天然基因库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